帝都大学校门外 众古都大学学生沉默地看着尹正凡 气愤 让尹正凡觉得有点不对劲 白皙道 挑战石宇 不要了吧 虽然说 他带着石宇来 就是为了来横扫帝都大学的 以普遍理性而言 尹正凡目前也是帝都大学的一员 但是 拿一个孩子开刀 这也太残忍了 尹正凡虽然天才 但年龄摆在这里 赢之无味 石宇现在变得很强 白皙家里的长辈和尹传奇也认识 他觉得没必要让尹正凡小弟弟往火坑上撞 于是 笑嘻嘻劝导起来 变得很强吗 尹正凡一听 一副早就有预料的表情 石宇这样的人 止步下来才不正常 他已经做好了石宇的石铁兽已经进化为君王种族的九黎战兽的准备了 已经做好了石宇的青棉虫进化为准君王种族 不逊色空金蝶的种族的准备了 但即使是这样 他也浑然不惧 他已经不是四个月前的尹正凡了 正如尹传奇所说 玉兽空间强化天赋 这个天赋 资源越多 就越强力 相比职业考核时候 尹正凡如今已经初步把天赋的强力之处开发出来了 大学后 他预售空间突破到了三级 成为了终极预售师 原本 正常的终极预售师 契约宠兽上限是三支 宠兽成长等级上限也是超凡级 但是 由于尹正凡是玉兽空间强化天赋 他如今的契约宠兽上限 达到了六支 是同级玉兽师的一倍 宠兽的成长等级上限 也不是超凡级那么简单了 而是同领级 这个就是玉兽空间强化天赋的强大之处 现在 尹正凡已经契约四支宠兽 其中 更是有两支 突破到了同领级 这个实力变化 让尹正凡信心大增 他这个实力 不仅在帝都大学新生中数一数二 更是可以和一些老生对抗 就连帝都大学的校队队长 那个带着帝都大学拿下全国冠军的强大男人 都称赞他的进步与努力 以及认可他现在的实力 尹正凡觉得 现在的时宇 绝对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因为此时的时宇 还必然不可能拥有同领级宠兽 没关系 因为我也变得更强了 尹正凡认真看着白皙 露出充满自信的表情 他现在 已经有点庆幸来到帝都大学了 因为来到这里后 他发现 甚至比时宇更强的天才也不是没有 这种氛围 时时刻刻在鞭策着他的成长 全国大赛排名第六的古都大学 与排名第一的帝都大学 在对战实力方面 完全是天差的别 呃 怎么不听劝 此时 古都大学的众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毕竟总不能现在把时宇资料报给迪校吧 干什么呢 怎么都围在这里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时宇到来的速度 比所有人想的都要快 此时此刻 时宇甚至连研究服都没来得及换 就来到了帝都大学 时宇的声音响起 大家转头看向了他 尹正凡的目光也看了过去 他看到时宇后 时宇的视线也落到了尹正凡身上 时宇 尹正凡微微张口 而 尹正凡 时宇从人群中发现尹正凡 立刻露出惊讶的表情 你怎么在这 白熙 他在等你 等我 嗯嗯 中古都大学的学长学姐点头 等我干嘛 时宇愣 时宇 可以和我来一场对战吗 我听白熙学姐说 你变强了很多 而我也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我了 看到你也在古都大学的交流队伍 我真的很高兴 尹正凡目光灼灼地看着时宇道 其实 从职业考核结束后 我就在想着 什么时候能超越你 为此 我来到了帝都大学学习 希望能借助这里的压力 快速地成长 现在 我认为自己 已经有了超越你的实力 时宇微微张开嘴巴 看着尹正凡 可以吗 尹正凡期待到 生怕时宇拒绝 帝都大学有专门的对战场 他道 拜托了 你确定 你肯定还打不过我的 时宇无语 这才四个月 你就想超越我啊 我是认真的 尹正凡道 我也很意外自己四个月时间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 你愿意对战看看吗 你不会怕了吧 尹正凡小可爱因为太着急 竟然用了激将法 这 那好吧 时宇实在顶不住尹正凡这渴望的眼神 无奈回到 唉 小孩子胜负欲就是强 算了 对战一下也没关系 在时宇看来 尹正凡就算再有进步 也不可能比现在的自己更强的 不然 时宇 重重他们可以找快史莱姆撞死了 时宇也会撞死自己 会亏对于那些用掉的资源 行啊 那他倒要看看 尹正凡这期间进步了多少 啊 要打吗 现在就打 随着时宇 尹正凡你一言我一语 古都大学这边的学生们惊了 这还没到两校一开始约好的交流时间呢呀 虽然说 尹正凡好像不是帝都大学对战社正式成员 不用理这个 但是 时宇现在就出手 真的好吗 没关系 简单交流 时宇也没打算派主力 那我带你去对战场 尹正凡迫不及待了 跟我来 说完 他便想带路 好 时宇点头 跟在了尹正凡后边 其他古都大学学生面面相去 草 完了 又要有个少年失去梦想了 那个荣光的御寿师表情崩溃的模样 他们历历在目 可 我们也去看看吧 同去 看个球 我们还没进行来校登记 跟我一起登记完再去 先让他们过去 白希怒道 帝都大学三号对战馆 临近五十 这里依然是热闹非凡 时宇跟着尹正凡来到了这边 来到这里后 时宇当即就惊住了 他奶奶的 这个大学的对战场馆 不仅比古都大学的豪华 看起来还比古都职业考核 以及职业晋升考核的场地豪华 进入场馆内 放眼望去 巨大的场地被分为数个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一个巨大的屏幕 屏幕上 显示着对战双方宠兽的名字 等级 以及当前进度 看起来非常高级 这边 尹正凡对着时宇道 此时场馆二十个场地 差不多有六 七个正在使用 不过围观的人倒是不少 尹正凡带着时宇前往了一个空置的场地 这个过程 时宇他们迎面撞上了一个青年 呦 这不正凡吗 刺猬头青年看到尹正凡 笑着打招呼 张学长 尹正凡意外道 来对战啊 张学长笑了笑道 看向了尹正凡身后穿着白大褂的时宇 不认识 这位是 是思域系还是研究系还是医护系的学生 他下意识把时宇当作了帝都大学的学生 是尹正凡拉来对战的 古都大学 时宇 时宇笑呵呵自我介绍道 这次跟着古都大学交流团队一起过来的 他自我介绍完 这个张学长表情一愣 卧槽 古都大学交流团队的 怎么跑这里和尹正凡对战来了 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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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朋友 是我邀请他来对战的 尹正凡道 这位是帝都大学对战社的张一鸣学长 说完 他还给时宇介绍道 张学长好 时宇也笑着道 帝都大学对战社的 两日后的对手落 你好 张一鸣一愣 点了点头 总感觉时宇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他仔细想了下 然后面容微微变化 因为社内来了个小天才尹正凡 帝都大学的对战社成员 对于古都这届职业考核 还是了解过一下下的 其中 战胜了尹正凡 并且被封为石铁兽骑士 发现石铁兽进化型的时宇 这里许多学生还是有点印象的 这个张一鸣学长回忆了一下后 惊恶开口 看向时宇道 你是今年古都职业考核那个状元 时宇 问完 他又快速看向尹正凡 没错 是我 时宇点头 尹正凡也点了点头 一瞬间 张一鸣表情丰富万分 好家伙 尹正凡曾经输给了时宇 这个不是什么秘密 唐运知道 眼前的张一鸣自然也知道 眼下看到尹正凡忽然拉着石宇来帝都大学对战场馆进行对战 他顷刻脑补了无数相爱相杀的剧情 他刚才还以为石宇是古都大学交流团队的主力呢 感情是古都大学来开拓眼界的心声啊 有意思 我给你们当裁判 怎么样 张一鸣出于对石铁兽骑士的好奇 毛遂自荐道 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预售师 击败了帝都大学的小天才尹正凡 更好奇古都大学交流团队带来的新生实力怎么样 跟帝都大学校队的预备成员有没有可比性 真的吗 那麻烦学长你了 尹正凡道 这样也省得找其他裁判了 小意思 正凡学弟 石宇同学 来吧 张一鸣呵呵一笑 随便看向了旁边场地 道 就11号场地吧 石宇 没问题 尹正凡点头 帝都大学 3号对战场馆 11号场地 登上场地后 张一鸣舔了舔嘴唇 继续登上了裁判台 坐在了上面 并启动了对战设施 下一刻 对战场地前方的大屏幕亮起 他冲着下方的尹正凡 石宇道 规则是什么啊 石宇看向了尹正凡 道 你来定吧 尹正凡微微思考了一下 道 那个 你晋升终极御寿师了吗 石宇笑 你说呢 我三个月前就晋升终极御寿师了 嗯 然后半个月前又晋升高级了 石宇心道 尹正凡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 道 那也应该契约第三只宠兽了吧 嗯 石宇点头 3vs3丹打怎么样 尹正凡开口 可以啊 石宇再次点头 下面的话 也被上面的张一鸣听到 3vs3丹打 好 设定完毕 此时 看着石宇 尹正凡深呼吸一口气 道 那我去红方了 说完 他朝着巨大擂台的红色安全区域走去 石宇看了一眼 则是向着后方的蓝色安全区域走去 片刻后 石宇和尹正凡两人 就站到了场地两侧 与此同时 这边的动静 也陆续吸引了周围的帝都大学学生 让他们纷纷看来 A 那个不是尹传奇的儿子吗 对战社年龄最小的成员 尹正凡 他来这里对战了啊 尹正凡在帝都大学也算是小有名气的风云人物 随着发现他来到这里对战 对战场馆内不少预售师都被吸引过来 和尹正凡对战的是谁 不认识 不过裁判卫上那个 是对战社的张学长 抄抄闹闹间 不少人凑了过来 而此时 尹正凡和时宇 已经在张一鸣的指示下 互相召唤出宠兽 呼呼呼波浪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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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两人开启御兽空间 狂风升起 场地闪烁出无数光点 光点快速连接成轨迹 形成宛如星图一般的巨大圆形图阵出现在了场地上 尹正凡这边是纯白色的召唤图阵 图阵上浮现的是一只浑身由黄沙构成 高达三米 全身遍布黑色的花纹 形如双足站立的巨大恶意的生物 它周围缠绕着由黄沙组成的沙绳 漆黑凹陷的眼瞳充满胸意 吼 巨兽吼叫 这一刻 对战场地上的屏幕 在红方阵容下 已经显示出该宠兽的头像和资料 种族名称 沙漠君主 成长等级 超凡级 能量值 5940 看到这只宠兽 不少人都惊呼了一声 虽然对战屏幕上显示的资料很简单 但是却没人不知道这是什么生物 元素类 高等君王种族 沙漠中的君主 是土系中绝对强横的极品宠兽 尹正凡年纪轻轻 身为终极御寿师 就契约了这样的极品宠兽 无数人为之羡慕 我记得尹学弟的王牌宠兽是宗延巨兽的呀 又来了一只君王种族的宠兽吗 有钱真好 对手的宠兽是什么 看到尹正凡的宠兽 众人开始关注起始语这边 随着关注度到来 很快 包括张一鸣 尹正凡 场地周围所有人在内 众多人目光其刷刷一遍 尤其是尹正凡 张一鸣 不可置信地看着始语的召唤图阵 那是一个充满淡淡的绿色光芒的召唤图阵 就那样漂浮在空中 看到这个召唤图阵的颜色 尹正凡茫然地睁大眼睛 无色 灰色 白色 绿色 蓝色 紫色 绿色召唤图位列第四集 对应 高级预售师 看着对面比自己的等级高出一级的召唤图阵 以及感受到内部传出的强大能量波动 尹正凡表情难以置信看向了始语 你不是终极预售师吗 三个月前成为了终极预售师 半个月前 又不小心突破到了高级 始语呵呵一笑 尹正凡 张一鸣 怎么可能 尹正凡猛然摇头 虽然说 他的预售空间 比普通预售师的预售空间更难修炼 但是 也没道理相同的修炼时间 始语一下子超越了他一个级别啊 要知道 超过99%的大学毕业生 包括帝都大学的学生 毕业时也才不过高级预售师 一瞬间 尹正凡心乱了 无法理解始语的进步速度 什么人啊 尹正凡看向始语 发现始语依然是那么变态 不科学 不过 他还没有放弃 虽然他才是终极预售师 但是因为天赋特殊性 也有和高级预售师一样的统领级宠兽 只是没有直接派出罢了 大不了现在更换宠兽 别担心 我召唤的也是超凡级宠兽 时语看尹正凡气鼓鼓的表情 道 这小子 真是连自己情况都不知道 就盲目来挑战了啊 你派出的是超凡级 不是统领级 尹正凡一正 此时 时语的召唤图阵这边 内部一道红光闪过 下一刻 一道缠绕着红色火焰的红色剑灵飞出 小赤童欢呼雀跃 毕竟这还是时语第一次喊他出来和预售师对战 轰 他出现瞬间 对面的沙漠君主瞬间感觉一股燃烧灵魂的热意卷来 并且 剑灵的自身 就像一个恐怖的热源 如持续性的火山爆发一般 扩散着强烈的热浪 一瞬间 尹正凡和沙漠君主面色一变 正面感受到了对手恐怖的力量 吼 沙漠君主发出咆哮 感觉对面的力量 起码是自己的一倍 尹正凡目光凝重万分 你 管这叫超凡级 然而 此时 对战屏幕上 却真真实实显示出了赤铜的等级 种族名称 剑灵 暂无详细分类资料 成长等级 超凡级 能量值 11808 嗯 小剑灵能量总量虽高 但至还没达到统领级标准 所以眼前 便出现了这么古怪的数值 不信你看对战屏幕 时雨到 众人纷纷看去 超凡级 能量值 11808 尹正凡 众人 WDW 卧 卧槽 这一刻 尹正凡再次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裁判位 帝都大学对战社的张一鸣学长也是猛的一惊 目光不可思议 什么鬼 石雨这个新生的御兽等级 达到了四级 这个 已经让他震惊万分 无法理解 此时 石雨召唤出的宠兽 更是让他失去了思考能力 超凡级 一万多能量值 别开玩笑了 一万 这是超凡种族统领级的标准啊 你告诉 超凡级宠兽 达到了统领级宠兽的能量值 人民 普通领ئ 例子 不可能 奥 兽